湖光烈影 澎湖科技大学人文艺术领域通试课程成果展 昨日举行开幕茶会 彭科大校长黄有平 通试教育中心主任中仪会 陈炳作 陈瑞宏三位教师 议员苏玉德等来宾出席200多件作品 以影像探究与诠释 影像捕捉与自我追寻与实现 三要素创作 有实体和线上展出 展期即日起至3月24日 虽然没有很多的学生 但是我们有建议不但填成了这样的一个美景 这些让大家能够从不管你是练哪一个领域 因为比方说我们自己练电机器 我觉得我们练书的时候 都只知道画电路 只知道学工程 学这些计算器的东西 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我朝一日 你长大了 你进社会了 你必须要懂得美学的分析 那我想这一次呢 我们的作品叫做《湖光列影》 我想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样秘密哦 湖光这两个字 大家会想到什么 会想到什么 就是澎湖的时光 澎湖的阳光 澎湖的风光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次的所有的作品的内容上面 都跟澎湖时光 澎湖阳光 澎湖的风光有关系 那光这个字呢 也代表了 同学在这个 这个产出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 比如说在摄影里头的光学园里 或是在兰赛作品里头 我们讲的这个光照显影 日光显影 那还有在后面看到的这个创商品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光顾的UV的印刷 也就是透过这样子 以光为主体的一个技法或是素材 来表达同学 对于澎湖这个生活 还有功德容文的景观 自然景观 风貌的一些事业的对话跟连结 策展人中仪会表示 湖光易遇澎湖时光 澎湖阳光 澎湖风光 亦表达本次展出作品的创作过程 学生都透过光 将所思所感与创意成果 封存于作品中 如摄影的光学原理 日光显影的染晒 光固化的UV印刷 而电影则反映了 学生操作过程的等待 渴望 专注与耐心 展出200余剑作品 我们刚好都用了一个共性的 就是对于光影的探讨 尤其是影像美全的摄影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海长艺术栏 来用的这个紫外线灯光 甚至连我们的同学的 这样文创商品的开发 也运用了我们创动基地的 这个UV指灯机来完成 所以呢 其实我们都把产出这些 我心力写的作品都很光 透不了关系 所以呢 结合了猎这个字呢 它就有一种狩猎 你必须等待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然后呢 快速出奇的这种感觉 作品包括摄影手杂 影像故事 澎湖海藻蓝塞缠绕创意化 与澎湖植物元素文创商品设计 等多元形式 皆能呈现青年学子 对于澎湖这块土地自然景观 人文风貌的诗意对话 对话与生活连结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 湖光烈影人文艺术成果展 教师透过课程设计 引导学生探索与生活的关联性 作品呈现学子对于澎湖这块土地自然景观 人文风貌的诗意对话与生活连结 记者王寒荣报导